咱们看看两个人的最终之战 谁是冠军 目前的形势还是 这个奥地利赌神的劣势很大 13哥的筹码非常多 这个比赛最后的冠军是710万美金 咱们来看看谁能夺得冠军 奥地利赌神虽然他劣势很大 但是他的心态很好 他没有就是跟你说我轻易放弃 他是还是在很认真的去玩这个牌 咱们说的有点废话 他这个筹码量不值得放弃的 但前面是奥地利赌神只剩200万的筹码了 翻了一个倍 他剩200万筹码的时候 他也是在很认真的在玩这个牌局 就没有简单化的去处理这个牌局 奥地利赌神劣势很大 但状态对待牌局的态度还是非常认真 K6 靠一箱的概率可能大一些 因为K6这牌你瑞斯了 翻牌后没位置不是那么太好打 K6同色多一些出路 我感觉可能瑞斯的空间会多一些 来看这手牌 这手牌石钩还是更好打的 有位置的石钩还是更好打的 石钩也确实击中了一对钩 这牌K6会主动打吗 他和这个牌勾圈K稍微有一点的相关性 可能不太好进攻 不太好动 于是三这里边会过会打 都行吧 看13哥怎么选择 选择过 这里边选择过 中度他也不太好确定自己的位置 还多观察一下 这里边没有发生和K相关的牌 这里边K6 可能还是过牌 这里边其实操作的空间也不多 大概率他喝牌 比如他偷鸡喝牌还是不中 他喝牌要不要偷 就现在的行为 他要是如果下注的话 就还是有点莽撞 你知道吗 你说你这是下注 你喝牌不中牌 偷还是不偷 就是你的行为 就是支持你行为的理由不多 这里边13哥正常一个下注 是吧 你联络了两条街没有货色 我下个注 打点价值 是吧 打点 或者让你买牌的牌 别去白买牌 那这里边K6 就是大概率是要弃牌的 因为他这个牌 本来就不好中牌 他这里边如果尻的话 他就是因为于13也没牌 他要尻 他认为于13也没牌 因为他K还是好的 他这里边就是觉得于13没牌 他偷鸡啊 好 选择了刚主动的打牌 选择瑞斯 他觉得于13没有牌啊 这里边于13可能 他更多的趴这种简单牌面出大牌 比如出什么爱三条啊 两对啊 可能更趴这些 这里边还是尻一箱 觉得也没有那么巧 是这些牌是吧 还是尻一箱 合牌 合牌 我觉得大概率是拆车拆车了 这个牌 因为于13转牌 尻了 就是奥地利朵神的瑞斯 于13的牌 牌力也不弱 就比如K6 他不好判断于13的牌力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牌力 所以他这里边应该会算了 这里边的下注 怕真的是于13是很大的牌 是吧 他就送了 就是他现在的信息是不足 你着吧 我要强行偷一枪 因为强行偷一枪 有点勉强 我觉得他要真强行偷一枪 他大概率会赢下这个地势 但是站在奥地利朵神的视角 他没有太多的信息 支持他做出强行偷鸡这个决定 我真的要强行偷鸡 这里边短筹马打的激进一点 这里边我觉得他如果强行偷鸡的话 于13会负牌 这种干燥的面怕一些大牌 怕一些两对按三 可能中这些大牌了 这里边我觉得于13会负 其实我觉得这个偷鸡也是挺莽撞的 其实偷鸡的理由不太多的 你知道吧 就是你硬演大牌了 这里边就是奥地利的祖神 他这种也不是很湿润的牌面 硬演大牌了 这里边你就是说和四五相关的这个牌 击中顺的还是什么样的牌 反正就总体而言是有点硬演大牌 你看转牌的时候就是黑红花片一样一张 也没有什么成牌的什么花顺的成牌 是吧 反正这里边其实主要还是硬演大牌了 这里边 硬演大牌 然后就是强行偷给于13哥偷走了 这手牌 因为在于13哥的视角 我转牌 你拆克瑞斯我 我很强硬的尽了 是吧 就在于13的视角 我表明我的牌不弱了 你还敢偷我 因为不弱 他也有可能是强牌 是吧 还是不弱以上的牌力 反正你还敢合牌打我 那于13一对钩 就相信你真有牌了 对吧 在于13的视角就是这样 但我觉得这手牌是有点强行偷吉 就硬着头皮偷吉 也可能是短筹码 我觉得再说这个底是没办法了 但我觉得他370万的筹码后手 还有的玩 就是不用强行去偷吉 就是说实在的是 没有什么道理的偷吉 是吧 那个牌你说 你也不好讲什么故事 那个牌 其实就是硬偷了 硬偷一下 像咱们说的两对按三 转牌他中什么两对按三了 然后继续偷 那好像是什么四五七吧 有点下边有什么顺子 那种故事 真的是很难讲那样的故事 你多少可以讲点那样的故事 转牌打得那么能忙 玩是合牌 你想合牌 下边小牌 集中顺子 这种很难讲 这两手牌 奥地利主神的势头还是挺猛的 奥地利主神 我觉得他主要是他一个人的 心态好 态度好 你知道吧 不放弃我 剩200万的时候 他都打 看出他心态很好 赢了一个小底池 然后马上就自己鼓励自己了 心态很好 不放弃那种的 这方面挺好的 其实技术上 我还是觉得 我是偏向于觉得 13格的技术更好一些 我个人这么觉得 但是奥地利主神 他打牌其实蛮有创造性的 就前面他有一手牌 对八选择平尻 只有200万筹码的时候 他对八是平尻入尺 一般那个人的 那个时候的人都 瑞斯或者凹林入尺 他平靠入尺 就他的打法还是挺有创造性的 有时候他的操作挺有创造性的 前面我也说过 奥地利主神这个人 大牌有创造性 有些时候有一些创造性 不是那种很常规的玩家 奥地利主神 什么情况呀 这是 那么不动了 一动不动 一动不动 就想起那个 犹豫游戏了 是吧 一二三木头人 那个 八钩 三五 八钩这牌有位置 三五这牌不好 还没有位置 这应该起瑞斯进去吧 八钩 如果他尻进去 那三五尻进去就蛮舒服的 起瑞斯了 三五这牌 靠进去就不太舒服 哎呀 老是三十二万五千 我觉得起三十万 他瑞斯不好吧 看着好算一点 底时看着好算一点 他这么起瑞斯 底时看着没有那么好算 我比如一根 也是变成好算的 是吧 一根变成好算的了 八十万 这牌应该会偷一枪 偷一枪 三五 不好防守啊 不好防守 看看吧 于是三这个人 也对奥地利组神 拆克瑞斯过 奥地利组神应该有点忌惮 但我觉得这牌应该会偷吧 这八钩这牌没有什么发展性 就是现在是他最好偷击的机会 三十万 于是三浮屌 你看奥地利组神 他亲友团的鼓劲啊 前面他的亲友团都没什么动静了 我看奥地利组神挥手 回头看他的亲友团 那个时候他亲友团看着没听见什么动静 现在又赢不少筹码了 奥地利组神没回头看他的亲友团 亲友团自己在那儿 吼上了是吧 看他筹码又变多了 这时候他亲友团那什么了 十三哥 都是方片 四六这牌 其实看着你有位置 拿到两个人单条 看起来还蛮舒服的 应该是一 A10要瑞斯了 有没有三张方片的说法 我发三张方片的说法 发三张方片 估计就是形势又逆转了 本来这个比赛刚开始 是奥地利组神 有桌子上60%的筹码 于是三有接近40% 形势逆转了一下 如果发出三方片 这首牌形势又逆转了 四六我觉得不会放啊 有位置 不会放 奥地利组神也不是第一次 瑞斯于是三了 尻啊 这牌其实四六有位置 尻起来不太难 没位置尻起来 还是挺难受的 哇 这么发牌的吗 瑞斯底持两张四 哇 这手牌有可能决出冠军的 不太好决出冠军 这手牌反正支付一条街的 概率是很大的 因为奥地利组神筹码还挺多的 很难打光啊 主要是没有 发出A有可能 有说法 发不出A和10啊 里边 鱼之三蛮奇怪的 你翻牌前打那么凶 你翻牌后 这个牌面是过牌吧 这里边鱼之三 反而会觉得 对方有点东西啊 因为 这个牌面 我觉得 对方不管是重没重牌 都很有可能偷一枪 对方没偷 反而有可能是有点东西 对方不偷鸡 反而不正常啊 你说不偷鸡 你就气掉这个 放弃这个底 翻牌前起瑞斯 发出ABB面 你就放弃这个底值了 道理说不通的 其实这里边四六 我这意思就是说 四六这时候打价值 对方手里边 这是有点东西的 那什么 比如他有个五一对 是吧 他可能是这样的牌 他是对二 对三 他有可能是这样的牌的 或者是A嗨啊 其实我反而觉得 他是有 有什么五一对 尤其是二一对 三一对的那种概率 反而我会觉得更大一些啊 这么打是代表有东西的 奥地利六十人这个操作 哦 发出一张咱们说的 2233的 三 这张三 多少 13哥没有那么喜欢啊 不过这张牌也还凑合 觉得还是会打 会打一个 觉得会 于是三还是会打一个重一点的猪 但那张三会让于是三觉得 这张三有点危险 比如顺着啥的呀 比如像咱们想到的2233这样的队子 我觉得这样的队子 反而他概率大一点 他这么打牌啊 他这么翻牌过牌 但应该还是于是三会觉得 自己是大概率是领先的 大概率领先的 你要打价值是吧 可以打价值 我觉得可以打一个重一点的价值 打得像偷鸡一点 我下70块 其实这个柱比我想的要轻了 我这里边还是在价值 试探的性质都有啊 我觉得还是有点怕这张三 他这里边大概率于是三还是领先的 多少会有点担心那张三呢 这里边A10也是靠啊 和牌发过什么 和牌 K 我这张K不错 对13哥而言一张K很好 这条街看看会不会跟吧 肯定要打是吧 对方转牌也是尻 13哥眼里边对方牌力并不算强啊 转牌并没有 并没有做出什么激进的操作 我觉得13哥如果要打的话 可能下个210万这样的柱会不会好一点 因为于13哥这牌有点怕拆克瑞斯 要自己下的太轻 别人奥练我 他挺难受的 他下一个别人 没法 又打价值 又没法很难去操作我的下柱 我觉得好 要是这条街要打价值得下的重一点 至少是个半尺 我个人会觉得好一点啊 半尺以上的下柱会好一点 万一打得也像偷鸡 因为对方其实这牌 对方也有可能有四的 也有可能 但对方其实真的不像手里边是对三呀 什么不像很强的牌 就是对三这样的葫芦啊 什么 我觉得下个210万 对方不容易偷 180万以上吧 哦 这里边直接索哈嘛 直接索哈 就是于13就是觉得自己是领先的 把自己范围打极端化 对方负掉了 对方天国转牌的试探 于13觉得对方也没什么牌啊 其实我觉得于13觉得 他觉得他也可能夺对方是 就是超队你知道吧 中等队子以上的超队 他觉得对方也很有可能是这种牌的范围 其实我觉得 我为什么想2233 我没有想什么 就比如7788991010这样的队子 我会觉得这样的队子 他可能不太会过牌 翻牌过牌的概率小啊 他多少会打一点 因为有时候他也记得点帽子 反正也不好说吧 我觉得于13读牌可能更多的 他读他对方的范围 是这种中等的队子 他觉得可能对方是这样的范围啊 我是觉得我的反应 当时的反应就是中等队子 可能翻牌还是偏向于去打 感觉变样于负 这63不太好玩 要靠吗 翻牌后没位置 不太好打 这牌也不咋地哦 现在 现在 他 负牌的空间也挺大的 筹码这么多 是吧 哦 没有 还要强硬的打一手啊 于13可能在他的视角里边觉得 奥地利赌神打得比较凶啊 老瑞斯他 他不能示弱 让他抢忙 因为于13也没有怎么看见 奥地利赌神的手牌 这里边应该会偷一枪是吧 偷一枪很有可能是被尻下来 20万 30万 15万 15万这牌也行 K35 这牌比较简单 这面比较简单 我是看到 13个手里边有三一对 我觉得这个面没有那么简单 其实看不见牌 这个面是挺干燥的 K35是吧 Q Q是适合投机的一张牌啊 还是无论如何要投一张 下多少啊 这个中午有点没有那么好下 说实在的 50万吧 有点 太像价值下注 反而像投机 60万吧 110万 60万看起来 也有点重 知道吧 55万也有点感觉奇怪 你知道 过了 没下注 我没投机 我觉得投机 不太好下注 加上A10 本来也有摊牌价值 很有可能check check了 这么大句 很有可能check check 两个人都有摊牌价值 我觉得 我觉得余日三这里边不下足 这种 就是check check 了 check check 应该是check check 都有摊牌价值 我是觉得转牌QK发出来了 我乍一看去 奥迪这赌神 偷鸡很好 是吧 他翻牌前 起的瑞斯 他高张 买卡顺 借助QK这两张 很容易在他起瑞斯 范围里的牌去投机 但110万 我又觉得 他下注不是特别好下 你知道吗 这个注码 可能还是下重一点 好一点 下个70万 是把80万这样的注好一点 要不50万有点太像价值下注 反而让别人觉得也是投机 60万有点想吓唬人似的 干脆直接就演自己 就是中牌打的像投机那种的 真有牌 就下个七八十万的注 重一点 我说如果转牌要投机的话 我当时一时没想到 没想好1百亿10万怎么下注 投机好 A9K钩 哎呦 这种牌有可能凹链 这种牌有可能打到凹链 K钩也能像他前面是得 也能正常起个瑞斯 有可能凹链 32万5000 他32万5000再起瑞斯 我觉得于13大概率 就有很大的概率会推他 哦 这把起60万 60万不太好说 60万有点难受了 他起32万5000 老这么起瑞斯的话 是吧 你连续三手起32万5000 就可能是这样啊 就大概这个意思 然后你老有牌 A9有可能推你的 他起60万 A9有点不太好琢磨 但是如果于13尽进去啊 这个底湿还蛮大的 哦 还是腿了 还是腿了 那K钩尽了 数数筹码 有可能不好说 有可能fall 有fall的空间 于13第一次做这样的行为 其实KG面对于13 第一次做这样的行为 有点勉强 但是这两个人真的打很长时间了 你说KG尽了也很正常 尽了还行 KG没被主导 其实这个结果对KG而言 还挺不错的 看见于13这样的牌 因为于13没做过这样的动作 第一次做一种动作 因为KG这个牌面对这种 真的13哥有真牌 他概率也很大有真牌的 没被主导就挺不错的 接近四六开的牌局 咱们来看看 这牌其实还是有些 有点冤家的 来看翻牌 对13哥 比较有利的翻牌啊 看KG转牌 有没有一些草花 或者顺子的出路 巴 哎呀 那只能去买KG 来看盒牌 盒牌一张四 那恭喜我们的13哥 获得获得了这个100万美金 报名 报名的这个一滴水 慈善赛最后的冠军啊 100万的入场费 最后带走710万美金 获得了这个2023年 一滴水 豪克赛最后的冠军啊 一个重量比赛的冠军 也恭喜奥地利 这一度是获得第二名 第二名也是一个很好的成绩 466万美金 13哥获得一个重大赛事的冠军啊 虽然这个赛事只有17个人报名 但是敢拿100万美金来打这个赛事的 那绝对不是江湖中的无名之辈是吧 17个高手里边 最后获得冠军啊 这是一个很重大赛事的冠军啊 13哥这时候的 看着他其实挺激动的 也没有表面上看着那么的 好了 这期节目到这 咱们下次再见 谢谢